气候变化是全球国家需要面对的挑战,而可持续发展和低碳生活也逐渐成为大趋势。 当中建造业界在解决气候变化危机上面一直担当重要的角色。 作为全香港首作灵碳建筑的建造业灵碳天地,就成功向本地和国际建造业展示出最先进的灵碳建筑技术。 跟全港首个都市原生林景区融合,成为九龙东的城市绿废。 厂内的原景区完成翻新工程后,新增了不同的绿色建筑装置,让大众享受绿化空间的同时,可以对灵碳建筑技术有进一步的了解。 新建成的微型展厅采用了创新的装配式设计DFMA,通过将整个展厅设计为不同建筑组件,在工厂预先制作完成部分工序,再运送到工地做后期装嵌。 这个做法可以大大缩短断施工时间,减少物料用量,也改善了工地安全,从而提升生产品质。 微型展厅更装配氯化植物墙,以及由太阳能发电推动的送风系统,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同时,有助隔热降温,达到节能减碳的效果。 在城市里面,要维护一大片青葱草地,其实一点也不容易。 我们建造了崭新的草地种植系统,利用蒸腾式储水植物盆,配合复合过滤网和高渗透杀赤土壤,组成有效保护植物生长的维护系统。 带来不少环保效益,访客来到建造业灵探天地,双脚就可以自由踏在草地上。 加上园区种植了超过200种不同树木和花卉,令园区更生机勃勃。 新加设的空气净化太阳能凉亭,有90%可循环再造物料建成。 这个凉亭还采用了崭新的地化格纳米薄膜光伏技术,可以分解PM2.5悬浮粒子净化空气,抗菌除臭。 更重要的是可以将太阳能转化成为电能,为咖啡店及凉亭内的充电站提供可再生能源。 这个凉亭同样采用了先装后嵌的建筑概念,需要较多人力和时间的繁复工序,预先在厂房完成。 然后运送到工地现场装嵌,都加快了施工进度,提升环保表现。 园区里还有一条长300米的圆环环跑镜,应用了可发光的纳米涂层技术。 这种发光期在日间可以从太阳吸收紫外线,然后利用激发光子照射原理,在夜间发光。 设计美观的同时,也推动了可再生光源的使用。 便利夜跑人士 新增的养根共生水池也是厂内其中一大特色装置,采用了压电重组水分子结构技术。 将池内水分子的结构重组,令里面的鱼类和植物更以吸收氧气、氧分、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,可以生长得更茁壮。 往后建造业灵碳天地,将会继续引入更多创新的绿色建筑技术,向大众宣扬低碳生活的讯息,缔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